小朋友好 欢迎收听小方姐姐讲故事 在之前我们讲过中国饮茶文化的来源 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说茶圣陆宇的故事 这个唐朝的陆宇啊 它为什么被称为了茶圣呢 这可不是一般的称呼哦 因为呀 它对茶很有研究 写了世界上第一本专门讲茶的书 叫做《茶经》 对茶道和茶文化的推广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因此呀 就被后人们尊称为茶圣和茶仙 传说 陆宇一出声就被丢在了河边 幸好龙盖寺的老和尚 智基禅师正好打那里路过 就看到和听到了路边这个哇哇大哭时 无依无靠的小婴儿 觉得实在是非常的可怜呢 就起了侧隐之心 把他带回寺庙抚养起来 因为这个被丢掉的婴儿啊 没名没姓 智基禅师就用《易经占卜》 得到的挂词是 红见鱼路 七鱼可用为夷 意思是说 群艳迁徒飞翔 已经渐渐到达目的地了 漂亮的羽毛 可以作为典礼上的装饰品了 是一个吉祥的征兆 因此呢 就为这个孩子取了陆宇这个名字 智基禅师喜欢茶 除了教陆宇学文识字念诵佛经之外 也教他怎么煮茶品茶 所以这个陆宇从小就对茶很有了解 常常为智基禅师煮茶 他也从漆茶 赏茶 闻茶和饮茶中 学会了很多关于茶的知识 对他来说 茶就像一个世界一样 喝茶能让人静下心来 那么静下心来 有什么好处呢 诶 它可以让人啊 感受到周围事物的美好 当你匆匆忙忙的时候 很可能会忽略到这些 而为别人煮茶 和别人一起来共享一壶茶的时候 不但可以促悉长谈 还能增进双方的友谊 陆宇体会到 想要煮出一壶好茶 要注意很多方面的细节呢 像茶叶的种类呀 水的温度啊 煮茶的时间 还要学习上茶的礼仪 以及如何递上一杯好茶 给来宾等等 从中真的是可以体会到 很多传统文化方面的美德 是很有意义的一种活动和纯美的仪式 但是后来陆宇发现 各个地方的饮茶风气 虽然是很兴盛了 但喝茶的人啊 他并不一定都能体会到 除了饮茶之外 还有很多方面的乐趣呢 因此 这个陆宇就开始到各地去考察 汇集了第一手的资料 写下了《茶经》这本书 里面就清清楚楚地描述了 茶叶的种类 饮茶各地的风俗 以及泡茶的方法 还有饮茶对身体等等方方面面的好处 基本上是建立起了 茶叶研究的一个框架和结构 对后来茶叶的学术研究 起到了成先起后的作用 另外在他的《茶经》里面呀 也传达了透过茶 形成一种简约和谐 有序的生活礼仪 以茶修身 让心静下来的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呀 茶不仅仅是喝下去的那个茶 同时也是一种生活中的美学哟 那么关于茶圣陆宇的故事 以及他对茶的贡献 今天就和小朋友们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故事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